今天頭說回到臺灣 來看這位 韓國秀印尼愛的幼莉 一生出來只有一隻腳 兩隻手脈中只有一隻而已 但是生活當中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已經讓爸爸訓練到可以自己 獨立完成 但是臺灣的無綜礙的 設施不夠足跡 是讓這個帶展發的 兒子和家屬都很感嘆 來看我們的全體報道 只割一隻腳 打拚大出音符 它是手脈 爸爸希望我可以站立 然後幫我取這個名字 大陸國秀印尼的手脈 頭脈很聰明 什麼事情都割不去 我從來不把它當成是 有什麼樣的狀況 一般小孩能做的事情 比方說寫字 念書 吃飯 睡覺 刷牙 這些生活之旅的部分 他該能自己做的 我們都要讓他自己做 如果老師在班上問問題的時候 你敢舉手嗎 敢 你敢 那你敢大聲回答嗎 敢 那我問你一加一等多少 二 二加二等多少 是 五加四等多少 不知道啊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答對了 那你在學校最喜歡什麼科目 是收錢 因為你要老爸希望說 他在社會中可以像一般的小孩一樣快樂的大漢 不過現實的戰爭 卻不是很好吃風 像小孩要去的公園遊樂場 就讓他沈沈感覺讓人家躺在外面 找人家躺在外面 這一邊 一邊 我有一隻 天啊 再擺上 這次如果說放遊樂場 一般的小孩八關八戒沒問題 不過對他來說 每一方都是條件 像以前我们在那间 就是所谓的博镇 它上面其实就是一个 找寮的一个屋中心 然后它上面其实有很多 就是父母 家长 小朋友 其实看着楼下的公园这么大 但是却没有办法过来 这大公园 差不多没有新重的孩子 可以玩的东西 谢谢 大家都是 都是父母的一块心喪嚕 为什么别人可以出来玩 为什么你不行 专家玩像吃油粒同样 有特殊四季的新重孩子 总共有五万五千八百三十七个人 最近几年来 流行共用式的幽露店 竟然说要给所有人 都可以做活生 像如你做 不可以坐海浪专 跟共同温义生的转转球 让自美义生的小孩也愿意去玩 共用生幽露店 差不多变成幽闲三次的机票 就是离真正的共用 要有十十十大战 目前台北市有四十六座 新北市有六十七座 今天台北市 台北分只有去大型的公园来 高雄跟家里感的一招 有人走一趟去玩 不然最上是人滴滴滴 严重的不足 真心让孩子的爸妈 他就不敢带过去了 因为的确就是剥夺掉 他们的游戏圈 要推动共用式的幽露店 就要拍拍传统 幽露空的概念 要试语化 好玩也会平定 对孩子来讲 他从小可以培养 对于自身有什么样的权利 而可以行使什么样的权利 他可以做一些什么 我想这个对于他自主权 或是参与社会的积极度会更高 对于新中的孩子来讲 要在公园渍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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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邀宛的梦想 他也应该有一个快乐的东西 政府就要为社会改造下手 創作更加一个优先的游乐空间 教导消毒社会 对他们不一样的难道